佑胜长征南极 老婆紧张抓问你瞒我时吗? 佑胜参加台湾史上第一支长征南极点探险队,上月19日达南极联合冰川,但这场冒险之旅却让妻子嘴上不说但心里却相当担心,就连看电影《圣母风》都看不下去。 佑胜也透露,其实他瞒住太太联络了保险业务员,并向三名友人告知遗嘱,我知道这没有法律效力。 我知道律师签交代忘交代,一定要亲手写,而且要两位见证人,但到最后一刻我还是放弃了,因为我一直记得你不准莫力,你要我平安回来。 佑胜在行前记者会上,曾提到本打算吃胖10公斤,但无论怎么吃也达不到标准,只胖了7公斤,从11月底传回的照片中可见他被暴风雪吹到连战都站不稳,频频跌倒。 佑胜事先欲写好南极前的15封信,并设定好时间陆续透过社群网站发出昨晚的第11封信中提及,如果别离不想送出的遗嘱。 佑胜描述,出发前,长征的伙伴就问他,你做好回不来的准备了吗?当时他还跟大家说,我们一定会回来,但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能保证是吗? 佑胜在脸书中提到,老婆最近不愿接触任何危难故事了,他买的冒险探险书,老婆视而不见,就连看电影,圣母疯,也只看三分钟就关掉,这一年老婆一直低住头走路。 直到出发前一周,你好像突然醒了过来,开始一直抓住我问,你是不是隐瞒了我时吗?你是不是有时吗?是没跟我说?你是不是? 佑胜透露,其实瞒住老婆勤保险业务员整理了资料,并写好了身后安排,另外也把这讯息传给了三名友人。 我们全都在为梦想冒险,但如果老天愿意,他一定会让我们回来,亲口跟你们分享所有故事。 但我在前进的同时,每分每秒都衷心希望,你永远不知道那三个人是谁。 这篇文章引起网友讨论,看法两极,有人认为蛮自私的,我自己觉得完全不顾妻子的反对,你知道你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吗? 梦想建立在家人朋友的担心上,真的很自私。 希望你能平安归来,若不然呢?对七小时多大的打击?抱歉,言重了。 但也有人支持,又剩一定是深思熟虑过才决定这次可能回不来的挑战,看完他南极的十五封信就能明白各种道理,或许藏了一点私心。 但他决定去冒险这背后意义更强大,不是单纯只想完成梦想,如果是自私早已不顾一切,连遗书都不会写,相信他的太太到最后也是支持他不然不会去送鸡,真心觉得他太太真的很强大,陪助丈夫完成梦想,又胜一定凯旋归国。